教大家打一道 叫燕麥骨奶 这个也非常的容易 刚刚讲五股杂粮 那我这里是糙米饭 糙米饭呢 B群很多 DGI 对不对 所以帮助我们的脑运作 是我们脑最好的食物 然后这个呢叫燕麦饭 是整粒的燕麦 整粒的燕麦呢 它的就是 它也是DGI 而且它水溶性膳食纤维很多 有人把它称为大脑的食物 所以也非常好 还有它还有维生 就反正这两个都有维生素一 还有一些矿物质 也是对我们大脑好的 然后刚刚说软磷脂嘛 所以黄豆 黑豆都不错 还有就是坚果咯 Omega 3 而且他们现在发现呢 坚果里面还有一种棚 对 它那个棚呢 会促进我们脑血管的电流 所以也是不错的 所以可以 小孩子可以用一些生的坚果 给它当零食 可能比甜食好 所以非常简单 我们那个 这些都是煮熟的饭和煮熟的豆 我们就把它放进调理机里面去 我们现在说要吃粗食嘛 对 所以完整的燕麦力是很好的 然后再加上 黄豆 要加点糖也可以 不加也可以 我通常是不喜欢加 不过如果小孩子刚刚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让它稍微有一点点的干味 它会比较喜欢 好 我们加热水 把它打一下 好 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这个坚果没有放进去呢 不是忘记 我最后把它切碎 然后这个其实麦片 也是为了增加一点口感 有的时候光喝 好像没有一点咀嚼的感觉 我们可以增加一点口感 那非常容易 只要 好 就好了 这比外面卖的燕麦菇奶 更营养 更好喝 大家可以试试看 好 所以来上我们的节目真的很好 有吃有喝